花總統選舉補助款 買臺北市商辦引發討論 柯文哲一如往常 再扯藍綠 為了護航 柯文哲 陳志涵 更把前總統蔡英文拖下水 時機來到蔡英文總統辦公室 就位在新英路三段的精華地帶 但跟柯文哲不同的是 不是花錢購買 而是承租 蔡英文辦公室強調 從未使用選舉補助款購買不動產 選舉補助款除了要回捐黨部外 其餘的也都依規定 用在選舉和公共事務上 從未用個人或基金會名義 購入不動產 柯文哲他是講說做公益使用 結果後來買個人的房子 這東西當然跟別人不一樣 最生氣的事情是扯蔡英文 蔡英文是選完之後 所有的選舉補助款全部信託 對此陳志涵澄清 他說柯辦跟蔡辦一樣 指的是形式而非資金 但大選剛結束時 民眾黨曾說 柯文哲一點一億選舉補助款 會用於黨部營運 地方收集民意跟公益使用 如今卻買商辦當辦公室 被質疑難道是要學木可胖卡模式 高價轉租民眾黨嗎 而比較藍綠 賴清德一點六億選舉補助款 三分之一繳回黨部 三分之一當做公益 最後三分之一提供創黨黨員 和年輕黨工使用 而侯友宜一點四億全數回捐黨中央 由國民黨統籌規劃 如果他為了民眾黨好 他就用民眾黨去買那個 有買斷 你就把用民眾黨的名字 怎麼會用柯文哲的名字呢 馬英九時代總統府發言人 陳以信也說政黨推薦的候選人補助款 應由政黨領取 換言之 柯文哲補助環 應該是民眾黨領取 自己爭議 黎不清 還牽托蔡英文 試圖轉移焦點 35點不漢 台北參謀道